如何领人归向基督 作者 刀雷 第一章 传道人必要先旅行的条件 在领人归主的事上有几个条件 传道人必要先旅行了 然后才有成功的盼望 但这条件不多 且异于旅行 一 传道人必须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 主耶稣对彼得说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不认主 畏惧退后的时候 哪能兼顾他的弟兄 必带他悔改回头以后 才能帮助他人 我们若要领人归主 也必须完全离开罪恶 世俗 私心 全心归向主 尊主为心中的主 心中的王 管理我们的思想 志向和动作 若我们在那一件的事上 不必主的旨意 偏行自己的道路 我们领人的能力就要失去 信徒 若肯凡事尊主旨意 一心要荣耀主明 不求自己的喜悦 且诚心求主指引他的脚步 这样的人既不难辨别是非 也必得找主的能力 二 传道人必先有爱灵魂的心 慈慕他人得救 我们若没有爱灵魂的心 我们的工作必是机械的 没有一点力量 即使知道一切的福音道理 并传道法子 也必不能感动人心 我们若有爱灵魂的心 如保罗未未信的人 大有有仇 心里常常伤痛 就必恳切地传道 那恳切的声音和态度 就是无心求道的人 也必受了感动 我们也必随时随地 为主作见证 或在街上 或在车中 无论得时不得时 寻找机会 传达福音 若无心爱灵魂 就必定忽略这样的机会 我们怎能有爱灵魂的心呢 这是不难答复的 一 爱灵魂的心 是圣灵的恩赐 我们只要谦卑到主面前 承认我们的亏欠 求主借着圣灵 补满这个亏欠 二 主耶稣最爱人的灵魂 我们要时常与主亲近 就必体会他的心肠 对着他那样的爱心 三 情感是从思想来的 若要发一种情感 必先具能发生 那样情感的思想 我们若常常思念 一个莫得救的人 他的地位是何等危险 何等可怜 他的灵魂在主眼中 是何等宝贵 主耶稣所付的赎价 是何等贵种 我们就不能不思慕他得救 四 我们要回想 我们自己以前 在基督外的光景 是何等堕落 主耶稣救赎 我们的恩 是何等浩大 我们就必满心感激主恩 私募他人 也认识主 三 传道人 必先由圣经中 得了做工的知识 晓得如何引用圣经 神的话 是圣灵的宝剑 神常以他为工具 使人知罪 请他归向基督 使他重生 我们若要与神同工 也当以圣经 为我们的工具 使人知道 一 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二 耶稣是独一的救主 三 如何接受耶稣 为自己的救主 四 解释种种 阻挡他们的难处 四 传道人必多祈祷 领人的工作 必不不倚靠祈祷 一 当求主引导我们 应向何人传道 我们所过见的人 未必曾是主 为我们所预备的 有许多的人 非我们所能帮助的 我们若向他们做工 未免费了宝贵的时候 所以当求神随时引导 为他知道 对着何人 是我们可以做工的 二 当求主 指示所当说的话 我们虽然知道了 一切对付人的圣经 却当要用的时候 还需求主明明指示 凡有经验的工人 都能证明神 如何指示他们 随时用何疑的经节 三 当求主的能力 我们不但要主的信息 更要主的能力 使主的信息 能刺入人心 许多工人 凭着他们的经验 都承认这样事 他们凭自己的能力 与人谈道 虽然引了许多圣经的话 但听的人 到底不肯悔改信主 等到他们觉悟了 谦卑求主的能力 罪人便悔改欢悦 在主里面了 四 当求主继续做工 在人心里 无论人听到后 表面上有功效 或没有功效 我们都当把所做的 功交托主 求主成全 现今处于 事事要快要急的时代 我们工人 千万不可把这是忘了 多祈祷 必多成功 五 传道人 必受灵喜 主耶稣吩咐使徒 王土天下 做见证的时候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这能力 我们若要得能力 也需被圣灵充满 第二章 如何着手 如何着手 是有心领人归主的第一问题 若见人在查经事中 或不道会后 或其他聚会后 我们与他谈到 四教异于着手 只要问他是否信徒 或问他何故贵为信徒 一二个简单直接的问题 就可以引入正式的谈到 但所过的人 不在聚会之中 且细俗不相识的人 着手的时候 似有难处 但我们可先与他谈普通的事 或过去的事 然后转入正题 约翰四章记 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谈前 也是这样着手 然有时 亦可简直地问他是否信徒 已经得救否 及其他相畏的话 问识狗能十分恭敬恳切 也能使听的人 想起得救的事 顿他来归救主 很奇怪的 就事凡谦卑依赖主 凭主引导的传前者 主常为他开传道的们 绝少遭人拒绝 一日 我在芝加哥城 一最热闹的街上 遇见一人 心中想要和他谈道 但为知是否主的引导 就默默求王 主指示了 于是我就转身跟着他 既追上了 我就按手在他的眉上问他说 朋友你是否基督徒 他说这是一个奇异的问题 我说是的 但我没有把这问题问每一个人 神今天只要我来问你 那人就说 他是安旭斯大学的毕业生 因贪酒沦落了 他有一位亲戚在教会里做事 常劝他归主等于 谈弊就分别而去 但后来 这人竟然信主了 未向人讲到之前 能先得这人的信用和爱心 然后着手 意识的好法子 就如与他结交 在大小事上 向他显出爱心 然后在合适时候 向他提起灵魂的事 芝加哥城 有一女信徒 就是这样 领仪不信的老人归主 这老人患病孤独的时候 他天天去看他 以诚实人爱的心待他 不久那老人十分感激 相信这位女徒 后来一向他传述救主耶稣 他就立刻接受了 分送合一的不道单章 也能给我们一讲道的机会 一日 我在火车上莫求神用 我在车上引些人归他 果然有一女士 来坐在我的对面 她是一教会执事的女儿 与我略相识 我就选一合一的单章 请她看看 她看的时候 我就为她祷告 后来我就问她 对于这单章的意思如何 她就大受感动 她的难处 我当时就为她解释 在那车上 她竟然接受了耶稣 离车的时候 深深地感谢我 有时所遇着的人 脸上成不喜乐 不满意的颜色 我们可马上问她 你喜乐吗 她若说不喜乐 我们就可告诉她 有一位能使她喜乐 只要她肯接受它 便喜乐了 这样的喜乐 是从经验来的 越久认识越深 既有传道的机会 第一要问这人 对于道理 是在何等的地位 然后知道如何对待她 以下个章 就是分别论到 对待人的法子 但是如何可以认明 一个人所在的地位呢 一 问她几个问题 就如你是基督徒吗 你知道你的罪 以蒙赦免否 你常在人面前 承认主名吗 你是耶稣的朋友吗 你已得重生否 这样就能知道 她的光景如何 虽然她的答复 有时不十分诚实 或因她不知如何答复 或故意 不以实情相告 但看她的样子 也可以晓得 二 细看她的面 人的面 常露出 她言语所要掩藏的 有经验的传道士 常能从人的面上 看出她的光景 无论她所说的是什么 三 靠着圣灵 圣灵能把人的光景 指示我们 并引导我们 说所当说的话 既知道了她的光景 我们就要引导她 直接信靠查都 耶稣为她个人的救主 并心中的王 要记得我们的目的 不是领人连主什么教会 或改出什么恶习惯 我们的目的 乃是领她接受耶稣基督 做她个人的救主 因主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信靠她 立刻可得着完全赦免 并做她心中的王 就是要让主在我们心中 执掌王权 管理我们的思想 志向及动作 听者若肯接受 救主为她个人的救主 及心中的王 我们就要进一步 使她确实知道 她的罪已蒙赦免 她已有永生 并勉励她做 物权的基督徒 引人附主 必当用神自己的话 方有功效 以下各章 要指明对于何人 应用何种经节 及如何用它 第三章 如何对待无心听道 或不信一步反对的人 不信一步反对 或无心听道的人 是传道师所常遇见的 对待这样的人 要先使他觉得救主的必须 可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巨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请他自己念 以后按照经中所说的 问他谁犯了罪 来人 众人二字包括了谁 直到他说包括了我 弃人做了什么事 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样当可使他觉得救主的必要 赛五十三章六节 亦是可用的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时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只要问他 谁走迷了路 等他自己说 我走迷了路 然后再问他 迷路的羊 是何等的羊 失丧的羊 这时我们可告诉他 主耶稣已替他死 直到他晓得神 已将他的罪归在耶稣身上 并且直接地问他 肯不肯接受 耶稣为他担罪的救主 诗一百三十篇三节 也是好用的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把全节读了以后 我们就问他 若耶和华纠察罪孽 你能站得住吗 我自己对待这等的人 常用马太二十二章 三十七三十八节 过于别的经节 我请他念了这耶稣 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 尽以爱主你的神 这是借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是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两节圣经以后 我就问他 你质疑你 犯了人类中最大的罪吗 普通的人都答道 我没有 但我要再问他 那样的罪 据你看是最大的 等他答复完了 便按着圣经再问他 神看那一条 是最大的诫命 你曾遵守这诫命否 他迟早必答说 他没有遵守 然后再问他 你在神面前 犯了何等的罪 直到他说 犯了最大的罪 一日 我和一很活泼的少年谈到 他一点不觉得 他自己的罪 和他必须一位救主 但我问他是否基督徒 他竟说 他早是一个信徒 我看他的样子 晓得他绝不领会 做基督徒的意思 后来我问他 已经重生否 他也不晓得 重生是什么 然后我就问他 你知道你曾犯人类中 最大的罪吗 他立刻说 我从来没有 我又问 你想 什么是最大的罪呢 他说 杀人 我就请他 念太二十二章 三十七三十八节 念完了 我就问 若这是最大的诫命 什么是最大的罪呢 他说 违反这诫命 是最大的罪 我就接着问到 你从来就遵守这个诫命吗 你尽心 尽意 尽心爱主 常遵他为大吗 他说 否 我又问到 这样你所犯的 是什么罪 那时主的灵 就深深地感动他 那节圣经 就刻在他的心里 他就诚恳地说 我犯了人类中 最大的罪 但我从来不晓得 约翰八章三十四节 也可用以对付这等的人 请他读完了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然后问他 犯罪的是 何等的人 继续地问他 你犯了罪吗 你犯了罪 你是何等的人 只等到他说 我是罪的奴仆 然后再简单地问他 肯不肯脱离罪的束缚 并使他认知 耶稣基督为救主 圣灵异常用赛五十七章二十一节 领许多无心求道的人归主 我们当先用恳切的心 慢慢地把这节圣经读过 我的神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然后可问他 这话是谁说的 是否可信的 你有平安吗 一天晚上 一无心求道的少年 从我们的步道所出去 经过我的身旁 我就拉住他的手 对他说 你当信 这位救主 这少年气愤愤地 问我说这话的理由 我就回答说 因你没有平安 他说 我有平安 我说 没有 你一定没有平安 他说 你怎么晓得 我说 因神如此告诉我 我就把以赛亚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的话 给他看 他说 这话在我身上不相合 后来带着不悦的样子走了 但是第二天晚上 他却跪在那步道所里 和一位弟兄同坐祷告 祷告后 他就来看我 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饶恕我昨日所说的话 你所说的不错 我那时真没有平安 我就问他 你以信救主吗 他说 信了 加拿太三章十节 亦是对付无心求道者 常用的经节 先请他读完这节的圣经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然后问他那样的人 是要被咒诅的 等他回答说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人 然后再问他 你自己是否常守律法上所记的 你要得什么报应 只等到他说 我要受咒诅 到了这个时候 要立刻请他 看本章十三节 使他知道 如何免咒诅 得安息 罗马六章二十三节 也是我们常用 而有功效的 我们只要问听者 罪的功架是什么 谁应得这功架 你是否罪人 你应得什么功架 你愿意得那功架吗 约翰三章三十六节 也是常用的 我们只要问 神的愤怒 藏在谁的身上 你信神的儿子吗 在你身上的是什么 然后决断地问他 肯不肯接受基督耶稣 脱离神的震怒 约翰八章二十四节 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 二十一章八节 十四章十一节等经言 也都能令人觉得 罪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 但读到这样圣经的话 我们要严肃 恳切 使听的人觉悟他的危险 还有一法 可使无心求道的人 愿意寻求真道 而归向基督 就是把耶稣 为他所做的事 指给他们看 以赛亚五十三章五节六节 在这里是最合用的 有一姐妹在一个聚会中 请人为他不信的女儿祷告 会后 我就去看他的女儿 问他肯不肯当日 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 他顿足发怒说 我的母亲对我说的 比你说得更好 但他欲说 我心欲应 我就慢慢地 请他坐下几分钟 我们就读以赛亚 五十三章五节到六节的话 我也不加解释 但主的灵 亲自使他的话 入了他的心 他的眼泪就落下来了 虽然那天他为信主 但过不久的时候 他就成了一个完全的基督徒 我们读以赛亚五十三章 五节六节的时候 若能把所有我们二字 改作我字 意思就更切实 约翰三章十六节里的 他们二字 可以照样改作我字 一夜 我和一罪无心求道的女人谈到 她把她犯罪的历史告诉我 也没有一点羞耻 我请她接受耶稣 她又一位推辞 我就把一本圣经给她 请她读约翰三章十六节 她读到神爱我 甚至赐下独生子那句话 她的眼泪就落下来 她的心就被神的爱融化了 笔前二章二十四节 也是一样有功效的 笔前三章十八十九节 路加二十二章四十四节 马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等经节 也可指明主为我们受了怎样的苦 还有一法 可以唤醒一个不关心主道的人 就是使他知道 不信耶稣是最大该死的罪 西伯来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约翰十六章九节 三章十八至二十节 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 都是一样和拥有功效的 但有时遇着的人 不肯坐下谈道 我们就不能如以上所说的自由问答 但我们能求主指引 靠着圣灵能力 恳切地读一二节圣经 就如西伯来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罗马六章二十三节 约翰三章三十六节 以赛亚五十七章二十一节 圣灵能使主的话似入人心 使人悔改 以上所有的经节 亦可以对付一般不知己罪 和不觉得必须救主的人 第四章 如何对待要得救 而不知救法的人 愿意得救 而不知救法的人 世上却不少 引导这等人归主 是不难的 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 为对待这等人最常用的 因救法在这里说的十分明显 先请他读本节的上半 众人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然后问他说 这里所说的光景与你合吗 等他回答说 是 然后在读本节的下半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 都归在他身上 指明神对他的罪 已经预备了何等救把 他对于得救问题 还有什么要行的 他立刻就要看出 他所要行的 就是接受神所预备负罪的耶稣 数年前在一聚会中 我见一发白的人 没有和汇聚一同站起来 会完了 我就到他面前 问他是否信徒 他说不是 当时我看出他很有目道的心 我就问他 我若把做基督徒的法子告诉你 你肯做基督徒吗 他说肯 我们两个人就坐下 我就读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的上半 给他听 读完了 就问他说 这话与你合不合 他说 合 我就读本节的下半 又问他说 神对于你的罪 已经行了何等的事 他想了一刻 回答说 他把我的罪归在基督身上 我又问说 这样什么是你所要行的 使你可以得救呢 他立刻说 接受基督 有时我继续问他 肯不肯接受基督 他极愿意 当时我们就跪下祷告 我祷告说 他是个罪人 但他信神已把他的罪 归基督身上 现在求神因基督的缘故 赦免他的罪 祷告完了 我又问他说 神已听了我们的祷告 赦免你的罪否 他说 是 那时我就请他从当日起 让基督做他的生命 要有家庭礼拜 并在众人面前承认救主 他也赞成 几月后 我遇见他的牧师 查问他的光景 使之他回家后 就带他的儿子 同归基督 在他家里 果然有家庭礼拜 我们看这个老人 所等待的 就是一个人 来把得救的道路 指给他看 一个人必须晓得两件事 行一件事 然后可以得救 他所要晓得的 一 自己是失丧的罪人 二 基督是完全的救主 他所要行的 不过接受这位救主 做他个人的救主 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 完全表明这个救把 约翰一章十二集项 清楚地说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他权柄 做神的儿女 但读到这里 我们要问神 给谁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们肯不肯接受耶稣 以赛亚五十五章七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约翰三章十六节 二十六节等 也把旧法说得十分明白 约翰三章十四节 若和民数记 二十三早八节合用 也是有效力的 但用这两节的时候 物要使人晓得 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 要怎样行 才能得救 就是仰望举起的铜蛇 我们被最压害的人 得救 也不过照样仰望 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罗马一章十六节 也是我们常用的经节 神的救法 在此也说得十分清楚 我们可按这节圣经 问求道的人 福音要救那样的人 他就要看出 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相信什么 相信福音 什么是福音 林前十五章一至四节 就是说道 什么是福音 弟兄们 我如今 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 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的住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丁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他要从心里信基督 为他的罪死 而且复活了 他就可以得救 我们可以问他信不信 他若说信 就要请他跪下祷告 求主赦免他的罪 并靠着主的话 信他的罪 以蒙赦免 以后还要天天靠主 离开罪的诠释 罗马十章九至十节 也把救法说得了然 罗马十章十三节 说得更简单 这里说 凡肯求告主明 就可得救 不必做别的事 我们可问求道的 肯否立刻求告 主使他得救 并信主 必救他 因主 必不背自己的话 神的救法 也可以用 出埃及十二章七节 十三节 及二十三节 所记得表明出来 这里说 以色列人 所以得平安 是靠羔羊的血 我们今日 若要得平安 是要借着主的宝血 神看主耶稣的血 他的愤怒就越过我们 我们所要行的 就是藏在宝之下 藏在宝血之下的法子 就是信赖救主耶稣 路加十八章十至十四节 证明一个似有异形的人 还要灭亡 和一个毫无异形的人 还可以得救 所以得救的法子 只要学税力谦卑的样子 自处罪人的地位 恳求神的怜悯 但用这一段圣经时 先要使人质疑 那一个德蒙称义 后问税力行了什么事 使他的罪得赦 法利赛人缺少什么 不蒙赦免 即使他明白了 我们可再问 那么你要行什么事 使你的罪得赦呢 他若肯认罪祷告 在祷告后 我们要再问他 信不信神寺 照着他的应许 称他为义了 路加七章四十八至五十节 以完满地表明 什么是得救的信心 第五十节说 那女人所信的 不过是耶稣 有赦罪的权柄 且愿意赦免她 所以来耶稣面前求告 这就是得救的信心了 加拿太三章十至十三节 把救法也说得十分统明 第十节说 罪人的地位 是在咒诅之下 第十三节说 基督已替罪人受咒诅 现在罪人所要行的 不过接受基督 做他的救主 主的救法 岂不明显吗 第五章 如何对待知道救法 且愿意得救 但有难处的人 曾见许多人 实心愿意得救 且晓得救法 但依有难处阻挡 使他们不能立刻归主 这样难处有几种 一 有的人想我的罪孽太重 我是太大的一个罪人 提前二早十五节 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某礼拜日上午 有爱放荡无稽的人来听疑 他因犯罪 失了三万五千金棒 且与他的妻子分离 是一个很坏的人 我问他何以不做基督徒 他回答说 因我的罪太重 不堪得救 我立刻请他 看提前三早十五节 基督耶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他看了就说 我实在是一个罪魁 我说不错 这话就是对你说的 他就回答说 这是一个美好应许 我说你肯不肯接受这个应许 他说肯 于是我们就跪下祷告 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并求神赦免 祷告后 我又问他 你晓得你已经得救吗 他说是 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好基督徒 到处为主做见证 白日他虽工作 晚上他总做主公 他的妻子后来也和他联合 他的家庭变成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家庭 路加十九章十节 也是对待这一等人所常用的 他若自己觉得是失丧的 这节圣经就更有效力了 我们可直接告诉他 有一段圣经是特意为他写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 他若是失丧的 就是主耶稣所要寻找的人 罗马五章六至八节 也是一样有效力的 一夜聚会的时候 有一人匆忙地从会门出去 我看见他就问他说 刚才举手请祷告的 不是你吗 现在为什么赶快地跑去 你岂不晓得神爱你吗 他说你不晓得我是什么人 我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但我晓得你是神所爱的 他说我是米尼玻利城里 一个最坏的贼 我说你若是山的贼 我就知道神爱你 我就将罗马五章八节请他看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提明了 看完了 我又说你既是贼便是罪人 这里说神恋爱罪人 那人虽和我进入一个房子里 把他的历史都告诉我 且说那天晚上 打算和他俩的同伴 在那城里做一回空前的偷窃 但在路上遇见露天步道会 就站在那里听到 以后又离开他的同伴 到礼拜堂里来 他把他的来历讲完了 就和我跪下祷告 他流泪求主怜悯 后来因主的话 身知主的慈爱 未尝弃绝他 马太九章十二至十三节 罗马十章十三节 约翰三章十六节 以赛亚一章十八节 约一二章一至二节 四章十四节 以赛亚四十四章二十二节 四十三章二十五等节 也可对付这等的人 罗马一章十八节 是五十一篇十四节 更相宜对付凶杀的人 但万不可对人说 你的罪不重 不要紧 只要说你的罪是重的 且过于你自己所能晓得的 但主已把你一切的罪解决了 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 笔前二章二十四节 可引为证据 从前有一辈最压害的妇人来见我 他为他的罪 十分害怕有仇 我虽用尽各样法子 也不能使他得安慰 因他十四年前杀了一个人 他的良心常责备他 甚至要使他变成癫狂 他把他的来历全告诉我 我和一位主理的弟兄 就请他看 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 看壁 就问他说 神对你的罪已经如何解决了 他想了几分钟 就回答说 他把我的罪归于基督身上 那时我就拿一本书代表他的罪 以我的右手代表他 左手代表基督 他把书放在我的右手上 就问他说 你的罪在那里 他说 在我身上 我又问他说 神对于你的罪已经如何行了 他说 归基督身上 于是我把右手上的书 放在左手上 又问他说 现在你的罪在那里 他等了许久 战战兢兢地说 在基督身上 慢慢地 他的脸上就发出光荣喜乐的样子 大声地说 不在我的身上 都归于基督了 约翰一章二十九节 使徒行钻十章四十三节 西伯来七章二十五等节 也是帮助这等人所常用的 二 有的巴帕中途失败 不能信主到底 笔前一章五节 可用以指明 不是我们能保守自己 乃是神的大能 要保守我们 约翰十章二十八 二十九两节 也是说我们的安稳 不在于自己如何坚持 乃在于天父和主耶稣 保守的能力 提后一章十二节说 基督要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 以赛亚四十一章 十至十三节 立下三十二章七 八节 罗马十四章四节 铁后三章三节 由二十四节 都是主要保守我们的应许 临前十章十三节 更合于有特别试探 恐怕不能站住的人 三 有的人如前段所记得 说我太软弱 不能信主 到底对于这等的人 可用临后十二章九节十节的话 帮助他 我们要问他 基督的力量 在谁的身上显得完全 他要照圣经说 在软弱的人身上 那时我们可以安慰他设 既是如此 你若是软弱 便有基督的力量 你愈软弱愈好 景四章十三节说 无论我们何等软弱 我们可以靠着 那家给我们力量的主息 做一切事 临前十章十三节说 主必不使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的力量 四 有的人说我不能离开罪徒 和一切恶的习惯 我们要用加拉台六章七至九节 指示他们必要离开罪恶 不然就要败坏 并用腓利子四章十三节指示他们 靠着基督的能力足能离开 此外 尚有一好法子对付这等的人 就是使他们晓得 基督是复活的主 前有一人问我说 你有什么法子 可是我离开我坏的习惯呢 这人年少的时候 就已归主 后来因与恶人为伍 就堕入罪恶 难于脱开 所以到我这里来问法子 我对他说你只晓得一半的救恩 知道信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得赦罪 不知道靠复活的主得脱罪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 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在他手里 他必能给你力量 胜过罪恶 你相信吗 他说我信 于是我们就跪下祷告 祷告完了 他的简上满有光荣的说 我一欢喜 今天得了这个秘诀 后来我也常接到他的信说 如何靠着复活的主 胜过罪恶 五 有的人说我若做基督徒 恐要受逼迫 我们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不至于受逼迫 只要照着提后二章十二节 三章十二节 太五章十至十二节 可八章三十五节 使徒十四章二十二节等段圣经 指示他们受逼迫是进入荣耀的门径 并使他们确实地晓得 现今所受的苦楚 不足与将来的荣耀比较 我们也当按图五章四十一节 即笔前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使他们知道 为基督受苦是神的特恩 并按来十二章二至三节 指示他们在受苦中如何得胜 六 有的人说我若做了基督徒 我的职业要受亏 或说在我现在的职业上 我不能做基督徒 我们要使这样的人 探可八章三十六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 失去灵魂 有什么益处呢 即使他领悟了 就要再引他看太六章三十二 三十三节 使他知道 神如何应许供给一切尊神伟大 并寻求神国的人 太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路十二章十六至二十一节 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等段的圣经 也是对付这等的人所常用的 七 有的人因恐损失过多 不敢为基督徒 我们要按可八章三十六节的话 指示他们 宁可失去万事 不要使灵魂灭亡 肥三章七至八节 诗十六篇十一节 也可使他知道我们为主所丢下的 无意足以与我们将来所要得的比较 诗八十四篇十一节 罗八章三十二节 可只是他们 神要我们丢弃的 乃是那些有害我们的 凡有益我们的 神没有不赐给我们的 有一夫人不信耶稣 推字说 我若信主 要丢下许多的事物 恐怕我的损失太多了 我就问他说 你想神爱你吗 他说 是 神怎样的爱你呢 他想了许久就回答说 他爱我 甚至以他的爱子赐给我 为我舍身 神既如此的爱你 他岂要你丢下与你有益的吗 你还愿把与你有害的留下吗 他说 否 于是 他就听从我的话 信主了 约一二章十七节 路七章十六至二十一节 要指示他们 世人所要留下的是何等的裂件 八 有的人说基督徒的生活过于艰苦 我们可以说 他们的思想错定 要用太十一章一千集 三十节 真三章十七节 诗十六篇十一节 约一五章三节 只是他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何等喜乐 并按真十三章十五节说 罪人的生活是真艰苦的 九 有的人说我怕我不信的朋友 或说我若信主我的朋友 要离开我 真二十九章二十五节 可以指示他们 怕人的有何等结局 但依靠耶和华的何等安稳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可以指示他们 不离开或有 有何等危险 十一篇一节 可以指明 离开恶有 是何等不值 约一一章三节说 信主的人 有更美的交易 就是与主相交 十 有的人 说我的心太硬 以西节三十六章二十六 二十七节可以指示他们 主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 他们自己的心 虽硬如实 也不妨碍主的救恩 十一 有的人 说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问他 要先有什么感觉 然后采来信主 若说要有平安的感觉 即信徒所有的平安 我们就以加五章二十二节 辅一章十三节 徒五章三十二节 笔前一章八节 太十章三十二节 等段圣经 指示他们 这等的感觉 是信主后的结果 人若未接受耶稣 未承认他为救主 他必不能得着平安 若说他要先觉得 他是一罪人 我们可用赛 五十五章七节指示他们 神不是要我们觉得 我们是罪人 乃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的罪 会议图十六章三十一节 约一章十二节等经节 指示他们 神不要我们感觉的是罪人 乃要我们承认是罪人 来信靠救主 赛五十五章一节 其二十二章十七节 可以指明 世人所要有的感觉 就是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有时可以对付 无心求道的人的法子 来对待这一等的人 使他们之罪 并知救主之必须 十二 或说 我正寻求基督 但寻不着他 页二十九章十三节证明说 若你们专心寻求他 必能寻见 一日晚文 我和一妇人谈到 她说 我寻求基督 已将两年 至今尚未寻见 我同答说 我能告诉你 何时你能寻着 妇人甚为诧异 我遂将页二十九章十三节 给她看 并问她说 你曾否专心寻求主 她说 否 我们就跪下祈祷 不久她便觉得 十分喜乐在主里面 路十五章一至十节 十九章十节等经节 亦可帮助 这等的人 因在纳果说明 基督正寻找罪人 若他们实在有心寻求基督 必不难与基督相遇 十三 或说 我不能信 这等的人 多是不愿离开罪恶的人 他们不能信的缘由 就是在此 约五章四十四节 即在五十五章七节 均可帮助他们 若用在五十五章七节 当时他们注意 神所要的 就是他们离开罪恶归向神 十四 或说 神不收留 我我蒙恩的日子已过 恐怕我已犯了 不能赦的罪 凡诚实说这话的人 多是不容易对付的 约六章三十七节 最为何用 因在纳理主明明说 他必收留一切 来到他面前的 我们要念这一节 圣经给他听 并求圣灵施主的话 发出亮光在他心里 直到他领悟了 许多失望的人 因此 结圣经得着救恩 其二十二章十七节 亦为何用 塞五十五章 一节证明 寻求救恩者 必能得救 塞一章十八节证明 无论何等的罪 主都要赦免 约三章十六节 图十章四十三节 亦说 无论何人信服基督 必猛赦罪得永生 罗十章十三节说 无论何人求告主明 必能得救 这几处经节 均是帮助这等的人 来六章四至六节 太十二章三十一 三十二节言明 和为不能赦的罪 即犯此罪者的结局 我们可把这两段圣经 给他们看 并与他们说 神非不愿救罪人 但罪人不愿悔改 凡愿以得救的罪人 必未曾犯不能赦的罪 他蒙恩的日子 必未错过 十五 或说太迟了 对待这样的人 可用临后六章二节 并与他们说 神说现在正是得救的时候 录二十三章三十九 至四十三节 可以证明 主愿意拯救 临终悔改的罪人 笔后三章九节 证明主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持延审判的日子 欲使多人得救 申四章三十 三十一节说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 若肯悔改 主义必施恩 赛义章十八节 其二十二章十七节 一级何用 第六章 如何对待怀虚妄的人 怀虚妄的人 就是一般不知道神的救法 但靠自己的理想 或法子 探望得救的人 一 倚靠善行 这一般的人 常说的话就是 我尽我的力量行善 我行善过于行恶 我不是一个大罪人 我没有做过大坏事 一听他们的话 就认出 他们是要 借着善行得救 加三章十节 可用以对待他们 因在那里明明说 凡靠着行为 得救的人 必要受咒卒 照律法看来 凡不时常照着 律法行的人 必无得救的盼望 雅二章十节 意甚何用 加二章十六节 极罗三章十节 意为有效力的经节 因那里明说 未有人靠行为 得称为义的 以上 经节均证明 神称义的程度 为我们世人 所不能达到的 所以要得救 必与我们行为 我们的义 之外 另寻救法 有时我们可对 一等的人说 你不晓得 神称义的程度 是怎样 请他看看圣经 有时可直接请他 读录十六章十五节 罗二章十六节 撒上十六章七节 因此 数段圣经说 神见察人心 世人外面的行为 无论好坏 他们的心 在神看来 未有不足责备的 神见察的时候 没有人能站立得住 所以对付这样的人 不必怕他们 如何夸奖 他们的自己的义 因为在他们心的深处 总觉得有罪 人的良心 到底是赞成我们的话 却为他们的罪恶占据 有时可用 太二十二章 三十七二二十八节 是那些说 我尽我力量行善 我行善过于行恶的人 醒悟 我们可对他们说 你错误了 你知道你犯丁神 最大的揭秘吗 你那里能说 我尽力行善 且行善过于行恶呢 然后再将来十一章六节 约六章二十九节 给他们看 讲明神所要的 就是信心 没有信心 不能使神喜悦 约十六章二节证明 不信基督就是罪 约三章十六节说 人得救与沉沦的问题 只看他接受基督 或弃绝基督而绝 白十章二十八 二十九节说 凡践踏神儿子的血 必受极大的刑法 未读此节以前 最好对他说 你想你是个好人 要知道 你犯了神所看为 最可恶的罪吗 然后严肃地 并恳切地读给他听 二 以为神是仁慈的 必不行罚是人 若有人这样说 我们可回答他 神的美德 我们只能由圣经中看出 我们现在看圣经 如何讲论他 我们可先将 罗二章二节 四节 五节等节给他看 并和他说 朋友啊 你看神的恩慈 原是要引导我们悔改 不是使我们更放纵邪恶 若我们不悔改 亲看他的恩慈 我们就是为自己积蓄怒气 等候神发怒 审判的日子 约八章二十一 二十四节 及三章三十六节 也可以证明 神虽仁慈 亦不容忍凡 弃绝他独生子的人 上有一法对付此等的人 就是有约五章四十节 比后三章九至十节 及节三十三章十一节 只是他神不愿刑罚罪人 为罪人自甘受刑 不肯来救耶稣 而得白白赦罪的 私和永远的生命 仍要灭亡 比后二章四至六 九节 录十三章三节 证明这位仁慈的神 如何对待不悔改的罪人 读录十三章三节时 可对他说 你说神是仁慈的 必不罚罪人 且看神在圣经中如何宣言 你若不悔改 也必照样灭亡 笔节不妨连读数次 直到他领悟 三 借效法基督 约一章十二节证明 神非要我们效法基督 乃是要我们接受他 我们当停止我们的法子 来信靠主 图十六章三十一节说 我们得救 非在于我们做什么事 乃在于信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 罗三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 称义不在于行为 乃在于我们的信 并因神的恩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四 借着感觉 有的人说 我觉得我能得救上天堂 这样的人 要以约三章三十六节 只是他得救的问题 不是在于我们的感觉 乃要看神的话 但神明说 不信子的人 得不着生命 神的怒气 常常在他的头上 一日下午 我和姨夫人谈到 他独生的儿子 在数礼拜前才去世 他儿子死的时候 他大大受了感动 我问他说 你要去你儿子 所去的地方吗 他立刻说 我要去的 我也晓得我能可去 我说 你怎么晓得你能去呢 你在圣经里 能否指出 你能到天堂去的凭据 他说 我觉得我死了以后 要上天堂 但在圣经里 我没有凭据 他于是 问我得救的凭据 我就对他说 我晓得 我有圣经的凭据 我就请他 看约三章三十六节 后来他就看出 靠着主话的信心 与靠着感觉的信心不同 路十八章九至十四节 亦可帮助 这等的人 我们可先对他说 圣经上说到一人 他自己以为是完全的人 其实他是最坏的人 我现在要念给你听 然后把这一段圣经 指给他看 第七章 如何对待不知道 得救的人 及冷淡退后的信徒 一 不知道得救的人 可分为两等 一 因无圣经的知识 约一五章十三节证明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有永生 我们常问人说 你知道你的罪赦了吗 你有永生否 他们多说这是人 所不能知道的 我们当对他们说 圣经说 信的人可以知道 自己有永生 并以约一五章十三节 指示他们 约一章十二节 亦甚何用 我们只要问求道者 凡接受耶稣的 谁要赐他们权柄 做何等的人 他要说神的儿女 然后再问他 你接受了他没有 既已接受 你变成了何等调人 他不久就要说 我是一个神的儿子 约三章三十六节 亦照样何用 我们只要问 这节圣经上说 谁有永生呢 信子的人 你信子吗 你有的是什么 不久他要说 我有永生 我们要再请他连说 我有永生数次 然后请他跪下 感谢神赐他永生 曾见一少年在一晚间聚会后 十分苦楚地跪在那里祈祷 第二日晚上 他又在那里来探以信主 只是他没有就罪的确局 我想要使他晓得神的话 如何论到这事 但他仍不能得着帮助 后来他就起来要回家去 临行时 他还请我为他祷告 我立刻就应许他 及他走了几步 我就请他回头来说 你信我能为你祷告吗 他惊讶地回答说 当然相信 我说 何以你能相信 他判 因你这样的应许我 我就说 神的话 不是比我的话 更靠得住吗 历时他领悟了 就在那里 他给着赦罪的确句 知道自己有了永生 约五章二十四节 约一五章十三节 都是一样的合用 图十三章三十九节 亦是为对待这一等人用的 我们只要问 这节圣经说信的人将如何 被称义 然后问他 你相信吗 你将何如 一连问他数次 他将说 我被称义 然后再请他跪下 感谢主文 许多人说 我没有圣灵特别的见证 我不敢说 我有永生 这样的人 我们要先以约一五章十节 指示他 对他说 圣经的话 以足证明信的人 是蒙神悦纳 如他不信神的话 就是以神为说谎的 然后再将福一章十三节 指示他说 凡信了主话的人 就有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因为神的次序 是要我们先信主的话 知道自己四倍称义 再用我们的口承认 然后圣灵的见证 就自然显明 他们的错处 就是把这次序改变了 他们心里 没有信主所见证的话 头里没有承认他们所信的 当然没有圣灵的见证 马太十章三十二 三十三节说 在人前认主的 主在天父面前 也必认他 我们若在人前不认主 那能得着 由父那里来的圣灵 做见证呢 我们要先信并承认 然后就有圣灵的见证 对付这等人的时候 我们要将关于 得救的经节 解释得十分明白 使他们确实地晓得 得救的信心是什么 一有许多人说信主 他们实在没有 凭着圣经里 所说的信主 他们心里怀着虚妄 不能实在得着拯救 要是这样的人 知道得救 岂不甚难吗 多少的工人 在这一点上不小心 我们要先看人的信心 有错误否 然后再使他们知道 得救 约一章十二节 提后二章十二节 可以指示人 什么是信主 接受主 并交托主 罗十章十节底 人要心里相信 才得称义 二 因为完全脱离罪恶 有的人没有赦罪的确据 是因他们的罪 不肯承认 不肯离开 这等的人 要以约八章十二节 塞五十五章七节 真二十八章十三节 十三十二第一至五节 等段圣经 指示他们 一页里说明 我们若承认离弃我们的罪 来跟随主耶稣 就必得赦免 并蒙光照 且有得救的确据 所以 遇见这等的人 有时只要问他 你知道自己 还被罪恶缠着吗 你有什么事 使你的良心不安吗 他就要得着帮助 二 退后冷淡的人有两等 对待他们的法子 也就不同 一 退后而无意回头的人 对这样的人 可用一二章五节 严肃地问他 主有何不意境 使你远离他呢了 并使他知道 丢弃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朋友 是何等的愚昧 何等的不义 有时他们离主的缘故 是因受同伴不合宜的待遇 但我们只要提到主 如何待他 及如何待主之处 不必说道别的 一二章十三节 可使他晓得离弃主 是鄙弃了什么 我们可按着这一节 使他看出离开泉源 而归向破裂不能藏水的池子 是何等的愚昧 主曾用此一节圣经 引领许多退后的人回来 一二章十九节 义甚何用 我们要请他读完这一节 然后问他觉得 离主为苦是为恶是吗 离十四章十四节 往上十一章九节 并录十五章十三至十七节 均可使不肯回头的 知道离主的结果是什么 摩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亦是常用有功效的经节 我有一朋友 常用此节并得了大功效 二退后而有意回头的人 这一等人是异于对付的 一三章十二 十三二十二节说明 神正等待收留他回头的儿女 只要他们肯来神面前 认自己的罪 和十四章一至四节说 神因着怜悯 吩咐他退后的儿女回来 并说明回头的道路 塞四十三章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节 又四十四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亦二十九章十一至十三节 生四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 代下七章十四节 约一一章九节 二章一至二节 均说神的慈爱永不废弃 愿意收留一切回头的人 可十六章七节 代下十五章四节 三十三章一至九节 十二 十三节 表明神曾如何以慈爱接待 凡已经回头的 回头的道路 就如约一三章九节 一三章十二至十三节 代下十五章十二 十五节 七章十四节 等出所记 自卑 认罪 并离弃罪恶 便可在蒙神的宠慧 入十五章十一至二十四节 可谓对付这等人 最合用的一段比喻 因那里指明神 如何愿意收留回头人 并指明回头的道路 一个才回头的人 要教他如何谨慎 不自在退后 第八章 如何对待在主道上 怀疑的人及无神派 怀疑的人甚多 所疑惑的也不一样 对付的法子 也就不能一样了 一 不信而藐视主道者 对付这等的人 可用临前一章十八节 他若说圣经 在他看为渔桌 我们可说是 圣经自己也是这样说 然后以临前一章十八节 给他看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灭亡人 看为渔桌 看后再对他说 因你是灭亡的人 所以看为渔桌 临前二章十四节 也是一样的合用 有一传道者 对一人讲道 欲引他归主 那人却对他说 你所说的 在我看来都为渔桌 传道的说 是的 我的圣经里 亦有这样的话 他惊讶地问说 什么 你的圣经里 也是这样说吗 传道的 就以临前二章十四节的话 给他看 然而赎血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渔桌 那人看了 就格外惊讶说 这样的道理 是我想不到的 我从来没有这个亮光 离后四章三至四节 可以证明 他是失丧的人 他的疑惑 是因这世界的亡弄 瞎了他的心眼 帖后二章十至十二节 可以只是疑惑的缘故 是因他们 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疑惑的结果 就是错误 沉沦 约八章二十一 二十四节 亦可刺入怀疑者的心 使他晓得疑惑的结果 是何等可谓 约五章四十四节 三章十八至二十节 可把人不信地 引固接触 诗十四篇一节 亦甚何用 但用者要小心 用时 场十分诚恳 温柔 铁后一章七节 八节 亦何用而有效力 二 有意求到 但心中十分疑惑 不能相信的 约七章十七节 可以帮助这等的人 那里说明 如何要除去疑惑 只要请他照着 纳节所说的去行 就是放下自己的成见 用诚实恳切的心 来寻求神的旨意 并问他 到底是否需要一位救主 耶稣是否神的儿子 为神力的救主 若神指示他 耶稣是救主 他愿否接受 并在世人面前承认 他若肯一一地应许 他的疑惑就快要除去 一日晚上聚会后 我问一个到会的人说 你何以不信主 他说 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怀疑的人 但我不夸我的疑惑 像别人一样 我为这事 已经几夜不能安睡 我问你信有什么 我向来信有神 你既信有神 你应当顺服他 今晚你肯不肯 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无论他的旨意如何 都必遵行呢 我要照我所知道的去做 这不是我所问的 我说 你肯不肯立志 遵行神的旨意 无论他的旨意如何 都要遵行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立志 今晚肯不肯立志 我肯 你信神能答应祷告吗 我不晓得 你也不晓得 他能答应祷告 否 现在你可有误道的法子 你肯不肯尊平呢 你可求神指示你 耶稣是否他的儿子 并你对于他的责任是什么 我肯 过不久的时候 我又在一个会里见着他 他的脸上 似显出亮光 他说 我本来无论什么都不相信 以后因照着我所应许的去做 我的疑惑都去了 我的疑惑到那里去 我不晓得 但我晓得已经去了 若怀疑的人 不肯照着这个法子去行 他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的难处 就不是他的疑惑 是他的罪了 若怀疑的人 不信有神 我们就要问他 信不信善与恶 有极大的分别 他若相信 我们就问他 肯不肯立志 随着善的去做 无论何等困难 都要去做 他会要说 什么是善的 我所知道的善 我差不多都遵行了 但我们总要使他应许 要随着善的去做 不论行时何等困难 并行后有何等影像 他都要做 并对他说 你若是十分诚实的 立这样的志向 你并不难看出 什么是善事 然后再对他说 你不晓得 神能否答应祷告 但我晓得 他能答应 你若肯尊平 这里有一悟道的法子 使你领悟真道 你只要祈祷说 神啊 若有一位神 请将你的旨意指示我 我要遵行 并证明 耶稣是否你的儿子 他若是你的儿子 我要接受他 承认他于众人前 以后再请他读 约翰福音 每次读数节 读时要求神 引导他进入真理 并立志遵行 凡他所能领悟的 他若照着这法子去行 他的疑惑就要消灭 不难信圣经为神的话 信耶稣为神的儿子了 他不是一诚实的怀疑者 他的不诚实处 可有以上的谈话中看出 我们就可以指示他 他的难处 不在于他的疑惑 乃在于他不顺服的心 若他说他不晓得善恶的分别 我们立时就可断定他非善良的人 要温柔恳切地对他说 朋友 在你的生命上必有过错 不然 凡生命上无过的人 必不怀疑善恶的分别 你当领悟你的难处 不在于你的疑惑 乃在于你的罪 一日下午聚会后 我就请凡心中疑惑的人留步 我要与他谈到 一个少年就留步了 他几个月前 曾与我谈过一次 我就问他的难处是什么 他说 我的难处 你告诉你了 我不信有神 我就问他 曾照着我所指示 他的法子去行没有 就是立志随着善的去做 他说 没有 我想善恶没有分别 我不晓得 什么是善的 我就睁着眼睛看他 并问他说 你常犯罪吗 他说 是 我说 你犯的是什么罪 他说 就是我前自所告诉你的 我说 你应许我弃绝那罪 你没有弃绝吗 他说 没有 我说 难怪你不信 你的难处 不在你的疑惑 乃在你的罪 若你把罪除开 你的疑惑 就要消灭了 他等了几分钟说 我想 这是我的错处 三 不信有神的人 对付这等的人 已用前两段所说的 用了前两段以后 再用本段所要说的 较为妥合 诗十四篇一节 为对这一等人 所常用的 用时 要先对他说 请看圣经 如何论不信有神的人 读了就请他注意 这愚人是在他的心里说 没有神 他不信有神 因他的心 恐怕有神 或说 这人的愚昧有两方面 第一 明明有神而不信 第二 凡不信有神的人 从来就没有平安喜乐 无神派等人 都是苦恼的 有时读了这一节圣经 只让神的话自己做工 不加解释一可 诗十九篇一至二节 罗译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亦甚何用 四 不信圣经为神的话 罗三章三节四节 证明凡疑惑一个事实 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 为圣灵所常用的经节 可使疑惑者 深知主化是何等 确实不变更的 可七章十三节 太五章十八节 约十章三十五节 路二十四章二十七 四十四节说 主耶稣如何证明 旧约为神的话 此数节 为对付凡信耶稣的话 而不信旧约的人 格拜何用 因主耶稣 以旧约为神的话 他们若信耶稣的话 就必信耶稣 为旧约所做的见证 约十六章二十六节 及十六章十二节 乃即耶稣如何承认 新约为神言语 亦一样何用 有人常说 保罗没有自称 他的教训乃神的言语 这等的人 可以贴前二章十三节 笔后一章二十一节 约八章四十七节 入十六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等段圣经指示他们 约一五章十节 可以证明 不信神话的最为和如 但用此节前 前先问求道者 你不信圣经为神的话吗 请看圣经中如何论其 凡不信神话的人 然后把此节请他读 必有效果 五 疑惑来生的事 这等的人 可以临前十五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约五章二十九至二十九节 但十二章二节 只是他 六 疑惑将来审判 并沉沦的苦楚 看起二十一章八节 便知死 在圣经中的意义是什么 读起十七章八节 即十九章二十节 便知沉沦的意义是什么 读起十九章二十节 即二十章十节 便知火狐飞罪人 移入极灭之地 因受极甲先知 在狐中千年还未消灭 他们乃要日夜受苦 直到永远 几十三章七至八节证明 凡被投入火狐的人 乃名字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太师章二十八节说 灭身体之外 还灭灵魂 入十二章五节说 被杀的人身体即死 灵魂还要在地狱中受拔 可三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 罪有永不蒙赦免的 入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证明 罪人将来的痛苦 是人知觉所能知道的 可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明 临到罪人的刑罚危机严厉 那人不生于世上道好 笔后二章四节由六节证明人在黑暗里不能击灭 乃是要按神的旨意永远留在那里 来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明 违背摩西的要致死 但那践踏神儿子的必有更利的刑罚 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 罪人所要去的地方 来与受甲先知及魔鬼等同在 并得他们所得的分 就是永远痛苦 七不信耶稣为神 一和读图十章三十六节 临前二章八节 诗二十四篇八至十节 来一章八节 约二十章二十八节 罗九章五节 其早十七节 塞四十四章六节 并护加辞教 我们便晓得 新约中耶稣的名称 与旧约中耶和华的名称相同 二不来一章三节 十节便知耶稣所做的功 正如神所做的 三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其五章十三节 来一章六节 为二章十离 据说我们当拜耶稣如神一样 耶稣在约五章二十二一十三节 以自己与神为同等 若他所说的不错 那他就是神了 不然他就是一个最大亵渎神的人 我们要记得 若不信耶稣是神 是以耶稣为亵渎的人了 可十四章六十一 六十二节 亦可照样引用 四约一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五章一至五节 证明凡不信耶稣为神的 是说谎的或是假基督 约一五章十至十二节 且为不信耶稣为神的人 是以神为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 来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 不承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 是何等愚昧 且犯了何等的罪 要受何等的刑罢 约八章二十四节 二十章三十一节 证明凡信耶稣为神儿子的 能得永生 不信的不能得救 注意对待怀疑的人 有时不必将其所疑的事 拿来解析 只要用本章第二节所说 如何对待有意求道 但心中怀疑不能信的人的法度 应付他亦有功效 第九章如何对待妄论的人 一 妄论神的 常见人妄论神为残忍 不公正 这等的人可以拨四十章二节 及罗九章二十节指示他 不必解析 或于读圣经前 说几句引导的话 使他知道 以神为残暴不公正的人 犯何等的罪 然后把圣经指示他 罗十一章三十三节 可以证明妄论神的人 多不明神的判断和法度 因神的智能高深 不是人所能测夺的 所以这难处 不在于神的法度 乃在于我们的无知 妄论神的人 多因他自己的遭遇 不十分如意 这等的人可用来十二章五节 七节 十节 十一节 指示他 塞五十五章八至九节 异常能帮助这等的人 有的人以神创造人类为不公正 因神祭造人 而又罚他 这样的人 可用节三十三章十一节 对付他 因在那里说明 神不喜悦恶人受死 恶人所以受死 乃因他们强硬 不肯悔改 提前二章三至四节说 神造人非欲罚他 乃愿人人得救 笔后三章九节证明 神因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持颜成就他的计划 欲使人人都悔改 约五章四十节 及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亦可证明罪人沉沦 全系他们偏行几路 不肯来救耶稣所致 约三章三十六节 即三章十内节 亦为何用 二妄论圣经 常闻人说 圣经多无稽的话 且多相悖之处 或说圣经在我看来 实戏于拙 这等的人 有以下的圣经节 可以对付他 一 临前一章十八节 二章十四节 离后四章三至四节 但十二章十节 罗十一章三十三 三十四节等 均为何用 但到必须时 铁后二章十至十二节 亦可以用 二 约七章十七节 十二十五篇十四节 太十一章二十五节 有时对付妄论圣经 以圣经中多相悲之处的人 最好把圣经教他 请其指出一二为证 因妄论圣经的人 自己多不知圣经的内容 我们若请他指出圣经的错处 他多不敢说什么 一天我问一个人说 你何以不做基督徒呢 他说 因圣经里 有许多矛盾的地方 我立刻就请他指给我看 他说 这里头多得很 我说 若里头错处很多 你当不难指出一个 他说 好 我能指出一个 在诗篇里 我就请他指给我看 他就拿着圣经 在新约那一部分 翻来覆去地去找诗篇 我就说 你找错了 诗篇不在那个部分 容我替你找吧 我就找到诗篇给他 他又翻了许久说 在我自己的圣经里 我能找到 我就请他当日晚上 拿他的圣经来看 他应许了 且定了在礼拜堂中 某处相遇 但到了时候 他没有来 几个月后 我又在那个礼拜堂里 相见着他 我的同工对我说 他是一个怀疑的人 请你与他谈论 我说 我晓得他 他以前曾向我说过谎话 那人自己也模糊地 承认他的失信 但他仍旧说 圣经中有许多相悖之处 所以我们知道 妄论圣经的人 多未曾自己研究圣经 三 妄论神的救法 常文人说 神何以借着他儿子的死 来救世人 而不用其他更好的法子呢 赛五十五章八节 九节 罗十一章三十三节 可用以对付他 罗马九章二十节 意甚何用 我曾问一少年学生 何以不做某都徒 他说 我不知何以神 必须借他儿子的死来救人 而不用其他的法子呢 我就打开圣经 读罗九章二十节给他听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嘴呢 然后又对他说 你知道 你这样说话 是以神为错误吗 那少年人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 你所说的 就是表明这个意思了 他说 若是这样 我必不再如此说了 有时 可用对付 无心求道之人的法子 来对付这等的人 使他知道 他自己是一个 应该沉沦的人 他就必以神的救法 为完全奇妙了 四 妄论基督徒 有一等的人常说 他们不信耶稣 是因教会里 有许多假冒为善的人 这等的人 可以罗十四章四节 十二节 对付他 罗十四章十二节 较为何用有效力 罗二章一节 太七章一至五节意好 约二十一章二十一 及二十二节 可用以指明人的得救 指在他个人 对于基督的关系 别人的事 与他毫不相关 有的人 未曾受基督徒 不好的待遇 所以不信基督 这样的人 我们要使他注意 神曾如何待他 一二章五节 在五十三章五节 罗五章六至八节 可以引为帮助 然后再问他是否 以基督徒不好的 待遇借口 还不以相当的勤奋 待施恩给他的天赋呢 一日晚上 我问一老年的人说 你是否基督徒 他说 我不是 我退后了 我问他何故退后 他说 因受信徒们 不好的待遇 立刻我就读 一二章五节 给他听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 见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 随从虚无的人 自己成为虚妄呢 我又问他说 你能找出神的不义吗 主待你不好吗 我不管别人 曾如何待他 只使他注意神 如何待他 及他如何待神 那老年的人 不久就承认 神没有待他 不好的地方 太十八章二十三 至二十五节 福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 太六章十四至十五节 可以证明 我们赦免别人的罪 是何等要紧 第十章 如何对待 不肯立时决断信主 而欲等候持言的人 听到的人 不肯立时决断信主 而欲等候持言的甚多 他们各有所推辞的话 一 推辞说 我现在不能决断 要等到明日 或说 我要详细想过 后然再决定 及其他相似的话 这等的人 可用在五十五章六节的话 对付他 读避子节后 我们要问他 我们要趁着什么时候 寻求主呢 等他同答说 趁着可寻求的时候 要问他 何时是可寻求的时候 使他晓得 他若现在不寻求主 可保明日 必能寻着主吗 真二十九章一节 一胜何用 只要问他 屡次受责罚 仍然映着景象的人 他的结局要如何 等他回答说 他必败坏 然后再问他 要如何败坏 他若说 忽然败坏 要再问他 你岂愿 导此危险吗 太二十五章 十至十二节 亦是常用的经节 我们要问他 得付婚姻研席的是谁 等他同答说 预备好了的人 然后再问他 自己预备好了没有 并问他预备好了的人 进入门内以后 有何事发生 为预备好的人 当时站在何处 他愿意被关在门外吗 或按录十二章十九 至二十节问他 那位妇人 预备了多少年的粮食 主若今晚接你灵魂 你能见主佛 太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为对付一般说 为预备好的人 最有效力的 王上十八章二十一节 亦是一样的合用 我们可按此节问 持庭不肯决断的人 是否要迟延一年 在这一年之中 无论有什么机会 都不接受基督吗 等他回答说 否我不能等到一年 因在这一年中 我或者离世去了 然后再问他 是否要等一个月呢 由一月而一礼拜 至终至于一日 然后再问他 是否对神和圣灵 并为他灵魂关心的信徒 在这一日内 都不理会 无论有什么机会 他总不接受基督吗 凡有思想的人 必回答说 否 那时我们要接着说 既是如此 何不立时接受基督呢 扎勒姆博士 用这法的第一人 他得的效果不少 这二十七章一节 雅四章十三 十四节 博三十六章十八节 路十三章二十四二一十八节 十二章十九 二十节 约八章二十一节 十二章三十五节 七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 均是对付这等的人所合用的 二 推四说 我的职业选定以后 才能为基督徒 或说 我要先做某某别的事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是对付此等人最合用的 因在那里说明 我们要先求神的果 三 推四说 我要等候神的时候 若有人这样说 我们就要问他 若我能指示你 何时为神的时候 你要信基督吗 然后 请他看离后六章二节 或来三章十五节 四 推四说 我年纪上轻 要等到 我年长的时候信主 传十二章一节 足以对付这等的人 太十九章十四节 十八章三节 亦是何用的 因在那里说明 年少的时候归主 为最合宜 年老的人 遇入天国 且要变成小孩一样 有时对付这等的人 可用如何对待 无心求道的人的法子 使他深觉信主之必要 不敢稍微迟眼 对付不肯决断信主的人 最好只用一个经节 使这一节 深刻在他的心里 一日晚上 我和一人谈到 他很愿意信主 但他不住地说 今晚我不能决断 我就引真 二十九章一节的话 劝他 读了诱读 欲使这节的话 深刻他的心中 他虽不爱听 此节的话 要用别的言语 把这话推开 但我总要使他注意 当晚他就觉得 迟言的危险 心中为主话刺透 这话于是就刻在他心里 第二日晚上 他就不能不接受基督了 所以我们反以用一节的圣经 就要使这节的话 刻在人心 不然 突然演的许多 没有益处 第十一章 如何对待固执 及被迷惑的人 一 固执的人 固执的人甚多 他们所固执的事 也不同 就如有的人固执地说 我不要你和我谈话 这样的人 我们最好以二一明显的 圣经节念给他听 让他自己思想 罗六章二十三节 来十章二十八 二十九节 十二章二十五节 可十六章十六节 真十九章一节 一章二十四 至三十三节 多都是为对付 这样的人用的 少有的人固执地说 我万不能赦免人 太六章十五节 十八章二十三 至三十五节 均可用 他若不赦免人 就要沉沦 匪四章十三节 集节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只是他如何能赦免人 现实有多少人 因不肯赦免的缘故 不来救基督 有时这种的难处 可以借着祈祷除去 一日 我和一人辩论 他很受了感动 但他因心里嫌恨一个人 就被拦阻 不来救主 他固执地说 我不能赦免他 我就请他跪下祷告 把这难处告诉主 我们才要跪下 他就眼中流泪 甘心接受救主 他的难处 就无形除去 有的人说 我太爱这个世界 可八章三十六节为 对付这等人 最好的经节 路十四章三十三节 可以指明 这个世界必要丢下 路十二章十六 至二十节 多约一二章 十五至十七节 可以指明 爱世界的人 何等愚昧 十八十四第十一节 罗八章三十二节 可以指明 主不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他的子民 有的人说 我不能承认我的过错 真二十八章十三节 证明不肯认罪的人 将有痛苦及祸患 有的人说 我不能在爱人前 承认基督 如十章十节 太十章三十二 三十三节指明 神喜悦人承认基督 可八章三十八节 约十二章四十二 四十三节 真二十九章二十五节 证明不肯认主的危险 有的人说 我要凭自己的意思做事 塞五十五章八至九节 说明神的旨意 比我们的意念更好 真十四章十二节说 偏行几度的结局 还有人说 我不信基督 也不反对 太十一一章三十节 证明他们不是接受 就是反对 此节圣经 已帮助了多人 二 被迷惑的人 一 罗马教徒 对待罗马教的人 要先与他论重生的必须 即什么是重生 约三章三节 五节 七节 可以指明重生的必须 节三十六章二十五 二十七节 笔后五章十七节 笔后一章四节 指明何谓重生 许多的罗马教人 以受洗为重生 但以上的经节 可以证明重生不是受洗 保罗在临前四章十五节说 他借着福音重生了 哥林多的人 若受洗就是重生 他就必为他们施洗了 但他在临前一章十四节说 他未曾为他们施况 图八章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三节 证明人虽已受洗 他的心在神面前还是不正 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重生的人必有约一二章二十九节 二二章九节 十四至十七节 五章一节 四节等的凭据 重生之法 是基于约一章十二节 即笔前一章二十三节 亚一章十八节 图三章十九节 也是对付罗马教人的经节 因在那里说明悔改的必要 塞五十五章七节 拿三章十节 指明何谓悔改 对付罗马教的人 亦可以用约一五章十二一节 指一步他们 信徒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 因罗马教人 均无得救的确据 他们以为死后 才知得救或沉沦 我们若只是他们现在 可有永生 他们就要满心思目 对着这个得救的确据 图十三章三十八 三十九节 十章四十三节 约三章三十六节 亦可用以引导他们 得着这确据 有时可以指示他们 不圣经的益处 约五章三十九节 笔线二章一节二一节 提后三章十三至十七节 雅一章二十一 二十二节 是一篇一节二一节 书一章八节 可七章七节 八节十三节 太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均为何用 但与罗马教人谈到 最好用他们所用的圣经 有时可以对付不悔改人的法子 对付罗马教人 就是使他们自己醒悟 他们是罪人 必须救主 太二十二章三十七二十八节 加三章十节 十三二节 在五十三章六节 均甚何用 许多人想不必与罗马教人谈到 以为他们必不归向基督 这是大物了 不知他们当中 多少是饥渴慕到的 若我们能照着神的话 引导他们 他们不难归主 且要变成热心的基督徒 我们不要攻击他们为一端 只要将真理只是他们 一端就自然消灭了 多少的时候 我们的攻击 正表明我们的无智能 尚有一点可助我们成功的 就是说明 照着我们所信的 我们有平安和能力 照看他用所信的 他们没有平安和能力 说到这里 罗马教的人都知道分别 二 犹太人 对待犹太人最好的法子 就是将旧约如何证明 耶稣指示他们 最合用的 是在五十三章 并但九章二十六节 及亚十二章十节 在新约里也有何用的经节 就如西伯来全书 并马太福音 现今犹太人考察耶稣 为何人的甚多 但他们若信主 就要受极惨酷的逼迫 他们多因此不敢信主 此种难处 可照着对付 怕受逼迫的人的法子 来对待他们 对付一种受迷惑的人 最好能先是诚心寻求真理 约七章十七节 甚何用 若他们热寻求真理之心 他们万不能使他们醒悟 第十二章 杂论 按照普通的经验 尚有几件事 可以帮助传道者 资略研知 一 以与年纪相同 性别相同的谈道 在此也有例外之处 我们要依赖圣灵引导 他有时也引导女的 向男的传道 幼的与老的谈道 但若非圣灵明明的指引 普通有经验的人 都承认男与男 女与女所得的效果较佳 年少的人 在此要特别注意 常见五少男人 想引导年少的女人归族 便发生了许多不幸的纠缠 但年老有经验的妇人 自然能引导年少的男人 老年的男人 可引导年少女人 若年少寡经验的人 必欲与一个年老 较有智能的人谈道 那就只见他的愚笨了 二 一个人与个人在安静处谈道 若有多人同在一处 我们所要引导的人 要为骄傲的缘故 不将他的实在情形告诉我们 但个人相对的时候 他就不难承认 他的过失 罪恶及缺乏了 传道的人 亦只可一个 若几个传道的 与一个未信的弹道 那个弊病也是一样 三 要完全依靠圣灵病神的话 四 引用圣经的时候 切要使听道者自己读 使神的话 可以由他的耳和睦 进入他的心 若单单我们自己读 或被出来 与他没有什么大益处 五 以专用一段圣经 使他刻在听的人心里 神的话就要做工 从前思辨谢博士 与一少年谈到 那个少年有许多难处 博士只用离后六章二节的话 对不说 看啊 现在正是月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那个少年 探望博士可说别的 但博士继续用此节圣经 第二日 拿少年来感谢博士说 你的话刻在我的心里 使我一夜不得安睡 直到我皆按受基督 一个信主的人 若能指定一节的圣经 为他得救的基础 是何等好呢 但在此 也有例外之处 有时需引用多节圣经 方能使听者了然 六 已拿定我们的体制 就是要使人接受基督 若他辩论到工会 洗礼 及其他问题 不涉及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事 我们要提醒他说 那样问题 可后别的时候谈论 现实所要解决的 就是根本的问题 接受基督 或弃绝基督 常见寡经验的工人 在谈道的时候 说到许多不应说的问题 真是可惜啊 七 要恭敬不恭敬的人 使他的言语失了效力 我们恭敬的时候 虽使人知道他的罪 却不置轻无他 我们的言语虽严厉 我们的态度可以温和 若我们的态度能十分温和 我们的言语 必较易进入人的心 因出于温和态度的言语 必不使他生恶感 曾见热心的工人 因态度不好 反使人精闭 我们勿要小心 八 要恳切 因只有恳切的人 能使人觉得 神的话是真实的 为此我们听要引用的圣经 最好能先感动我们自己的心 然后说出 叫有力量 有一个女传道 她素长 只用一节的圣经 就是预备迎见你的神 无论对何人讲道 她都是用这一节圣经 她的工作却大有效果 因这一节话 在她自己身上大有能力 我们宁可引用几节 曾感动我们自己的圣经 不必向别的书中 汲取别人所用的 在本书中所有的经节 望月者在为用之先 也要谨慎读过 并恳切祈祷 一直到你觉得里头的力量 图二十章三十一节记 保罗输液不住的流泪 劝劫个人 其实恳切的心 较其他一切法度 更有功效 九 不可生气 有时我们所遇见的人 异常惹人发怒 但这等的人 不难以忍耐 宽容 温和 引导他 使他认识主 若我们生气 他必不信主 凡使他放胆犯罪 欲顶撞我们的人 欲容易受我们忍耐 慈爱的言语感动 我会遇着一个最无理的人 后却变成一个 最忍耐有能力的传译者 十 不可性急争辩 这是由肉体来的 不是由圣灵来的 这只表明我们骄傲 不肯谦让 我们要拒绝辩论 听道者有不明白之处 只可安静温柔地向他讲解 若不明白之处 与接受主耶稣 无十分关系 就可以不必解释 要注意我们的体质 十一 他人正谈道的时候 不可相扰 或那个讲道的人 讲得不好 我们也要让他 做完他的功夫 引听者或似受感动 若我们相扰 便是前功尽费 反面说 若是可行 在我们谈道时 也不要容他人相扰 十二 不可着急 现实做工 第一大的错误 就是 匆促着急 贪见眼前的效果 那样的工作 只在皮面上 我们看主耶稣 所引导的人 都是慢慢而来的 尼哥底姆 彼得 保罗 都是慢慢地归主 虽然他们归主的时候 出于一小时决断 但主的功夫 在他们身上 不是一刻一时的 保罗 遇见主后三日 使记录光明 大胆认主 一个其实归主的 起初的时候 虽领悟甚慢 但领悟的透彻 却胜过十个 立刻归主 到底却不真实的人 我们撒种的人 要让种子 在人心里发长 撒在石头上的种子 长得快 枯干也快 十三 若是可行 总要使听到的 跪下祷告 祷告可使 他的难处解决了 有时最硬心的人 在祷告中 也肯降服主 我记得 有一次 与一妇女谈到 谈至两点钟 尚无头绪 最后我们跪下祷告 不够五分钟 她似欢喜快乐 在主里面了 十四 我们若似乎失败了 要回去祷告 莫查失败的缘故 若所要引的圣经 一时忘记了 就要把那段圣经 不过 并看此段圣经 当如何用 然后再进前 最大的成功 常由于最显著的 失败而来的 十五 若有人肯悔改归主 我们与他未分开以前 就要教他 如何做得胜信徒 以下数点 是他不可不知的 一 无论何时 要在人前承认基督 罗十章九节 十节 太十章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 二 要受尽 并要不禀纪念主 图二十章七节 二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 录二十二章十九节 临前十一章 一一十四至二十六节 三 天天读经 笔前二章二节 图二十章三十二节 提后三章十三至十七节 图十七章十一节 四 时常祈祷 在受诱惑的时候 更不可忽数 录十一章九至十三节 二十二章四十节 铁前五章十七节 五 除去一切罪恶 即似是而非的事 完全顺服基督的道 约一一章六节 七节多罗 十四章二十三节 六 要与属灵信徒来往 福四章十二至十六节 图二章四十二 四十七节 来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七 若犯罪不要灰心 只要立刻认罪 并信以盟主赦免 再努力向前 约一二章九节 肥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以上各项 最好能抄下交出信的人 做他随时的指引 十六 要随着出信的人做工 在各方面帮助他 使他的灵性可以长大 多少出信的人 因无人照顾 灵性光景 十分可怜 这是工人的大错 继续的功夫 与开始的功夫 是一样紧要 神朝我们始终 在我们所引导的人身上做工 神开始所用的人 他也要继续用 第十三章 灵习 灵习与领人归主 有根本上的关系 传道人若未受灵习 必无成功的希望 可惜现今信徒 多不知道此事 所以本章要特别讲论他 灵习在圣经里 有三种名称 图一章五节说 圣灵习礼 录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说 上头来的能力 图二章四节说 圣灵充满 但若详细比较 名称虽然不同 却是论其一样的事 我们现在看他 到底与领人归主 有什么关系 一 灵习是什么 一 灵习是圣灵 确实和明显地运行在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受过灵习 或未受过灵习 他自己应当知道的 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 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 要他们得着能力以后 到各处为主做见证 若他们不能知道 受过灵习没有 他们将不知何时 离开耶路撒冷 可见灵习是受过的人 自己所能知道的 二 灵习是圣灵特别的运行 与重生不同 因图一章五节祭 门徒于主生天后数日 要守圣灵的洗礼 约十五章三节 十三章十节 却祭他们早已重生 图八章十五十六节 又祭一般的人 他们虽以信主 也受了水的洗礼 但圣灵未曾临到他们身上 图十九章一至六节一祭 以福所信徒虽以信主 却未曾领受圣灵 可见一个人可以借着圣灵重生 未必就被圣灵充满 这样的人是得救的 但不合乎主用 凡属信徒 必皆有圣灵 也都有受灵习的资格 但照事实上看 他们未必都受了圣灵的洗礼 三 灵洗常与服侍主相连的 与洗最无直接的关系 这个我们要分别清楚 因有人以为受了灵洗 罪性可得除灭 此种思想与圣经不合 但照以上的经节 我们不难看出 灵洗常与服侍主有关系 虽然得了灵洗人的生命 比较完全 信德必更坚固 他们心智也必更完全地顺服基督 这一切都与灵洗攸关 但到底的目的 是为预备和与主用 我们若看圣经中 论灵洗所要发生的效果 必更了然灵洗之真意 一 灵前十二章四至十三节 论灵洗最祥 在那里说 灵洗所发生的效果 在个人身上未必相同 有时可使接受的人 成为一有能力的传道 或有能力的教士 神照着个人 由他那里所受的执事 把圣灵的恩赐给他 这个得传道的恩赐 做传道 那个得教师或监督的恩赐 做教师或监督 都是照看神的旨意 二 每个执事 神必赐下必须的恩赐 三 圣灵照着自己的旨意 把恩赐赐给个人 我们不可自己选一执事 求圣灵施恩赐帮助 我们也不可选一恩赐 求圣灵分派我们执事 只可将自己交在圣灵手中 听他差遣 凭他分派 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 我们要完全地降服他 许多人不明白这个 所以他们得不着灵洗 我认识一个人 他牺牲了本来的职业 选择传道的功夫 后来听见灵洗的紧要 就求圣灵把这恩赐给他 使他得为一有能力的传道 他由四千里外到美国来传道 但他的工作总不发达 他的心十分不平安 为后他才觉得 他不该平看自己选择传道的功夫 由是他把自己重新献给主 求圣灵指示道路 后来在他所领受的功夫上 大得圣灵的能力 四 灵洗常使我们 在神所要我们做的功夫上 给着能力 在某城里 有一个信徒 年纪很轻 未尝受过教育 但在他的地位上 他常为主作见证 由是他在主的功夫图 大有长进 于有见他如此 常为我论到他 盼望我与这少年会面 一日他带此位少年 到芝加歌城 我就请他领会 那地方的人非常野蛮 长级无赖之辈在会中捣乱 那样的会众顶难管理 那位少年没有什么超级的法度 也没有超级的言语 除了不好的文法之外 一切都是平常的 会初开的时候 我以为不该请他来讲道 我虽默默祈祷 并注意会众 那只会据各个注目 看那少年 听他讲论 直到他讲完 我问他们 愿意接受基督吗 多数的人便踊跃承认 我觉得十分奇怪 我以后与一认识 此少年的人 谈及此事 那人说 他无论到何处 都是这样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不过他受过圣灵洗礼 得了能力 一天晚上 我讲论圣灵洗礼 讲后 一传道士来请我为他祷告 因他要得能力 我就如其所请 数礼拜后 有一人告诉我说 日前在碧登城 请你祷告的 那位传道回去以后 他的祷拜堂人数 格外增多 他得了圣灵洗礼 得了能力 五 灵洗常使人 由胆量为主做工 彼得是一个凭据 将图四章八节至十二节 与可十四章六十六 至七十节比较 可以看出 彼得前后太若两人 我们或意患胆怯之病 虽欲与人谈道 为主作证 但畏缩不敢前进 我们若有圣灵洗礼 就可以得胜 现在 我们要给灵洗一个定义 灵洗是神的灵灵道信徒身上 管理他的意志 赐他属灵的恩赐 使他能做神所要他做的功夫 二 预备做主公的必要受灵洗 一 录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记 主耶稣吩咐使徒 要在耶路撒冷城中等候 直到投授了从上头来的能力 他早思分派他们 要为他一生所行的事 并他的受死和复活做见证 主和他们同在三年 他们眼见主行一切神迹 并受死复活等事 这似乎他们已受过训练 可以做功 但他们还要等候一件事 这件事 对于工作极有关系 惜雇主耶稣 必带他们得着了 方许他们尽前做功 那件事就是圣灵洗礼 若当时的使徒 以蒙主耶稣三年的教训 尚不得轻易做功 必等到得着灵洗的时候 才可以 我们所受的教训 不如使徒所受的 若不寻求灵力 我们是何等胆胆冒险呢 主耶稣自己为出来做功以前 神意曾以圣灵和能力高塔 所以灵洗是预备为主 功的人绝对不可少的 我们若未得灵洗 便往做功 不是无知 就是太胆胆了 二 每个信徒 每个信徒均可以受主圣灵洗礼 图二章三十九节记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照来的 这里所说的应许 照上文 并本章十六节 三十三节 及前章四节看起来 是指着圣灵说的 这个应许 是给一切主所照的人 就是信徒 我们若莫得着灵洗 这错是在于我们 亲爱的悦者 我们若得着灵洗 神的工作要因着我们成就 多少灵魂要由着我们得救 我们若未得着灵洗 这一切责任 是谁担负呢 三 如何领受圣灵洗礼 现在我们要问一句实际的话 就是如何可以得着灵洗 感谢主 在圣经中有详细明白的答复 一 接受灵洗的第一步 是要悔改 接受基督 图二章三十八节记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悔改就是改变心意 对罪 对神 对基督的心意 都要改变 心意生行为 所以真悔改的 必有脱离罪恶归向神 并接受基督的行为 谁洗乃神所利赦罪 即接受基督之表示 二 要完全顺服神 图五章三十二节记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由此看来 顺服为受灵洗的条件 这不但说 我们要顺服神所吩咐我们的事 就是我们的意志 并我们一切所有的 都要顺服他 我们要到神的面前 对他说 我在这里 我是你的 是你中价买回来的 我承认你是我的主 愿照着你的旨意带我 钱我 用我 这样完全的降服 是接受灵洗的条件 多少人在这里失败了 所以得不着这个思点 一次聚会后 有人告诉我说 有一姐妹 十分苦楚 要与我说话 她的难处就是 不能得着灵洗 我问她说 你的心智完全降服主佛 她不能答 我说 你是否要做主公 她说 是 我说 主若前你回到包特摩 在那里做佣工的 你愿意吗 她说 不愿意 我说 你永不能得这恩典 因你的心智 不想服主 她说 我实在不能降服 我说 你肯下肯让主使你降服他 她说 肯 于是 我们就祷告 她就得着灵洗 欢欢喜喜地离开礼拜堂 神不但是在大事上 要我们顺服 在小事上 也是这样 无论何事 神借着圣经或圣灵 所指示我们的 我们若不肯顺服 都能拦阻我们 领受圣灵洗礼 所以我们要在神前 求主见差一切的事 就是至小的事 也不可糊涂 斐尼先生说 从前有一个人 要得灵洗不能得着 以后 他在祷告中 把他头上的小小手势取下 放在主前 他立刻 就得圣灵的洗礼 所以一个小事 若与主违背 也能拦阻 我们得着主恩 三 祈祷 一 要实在地祷告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自求他的人吗 要得灵洗必要祈祷 有的人说 圣灵已降临 凡属信徒 都得了圣灵 我们可以不必再求圣灵 不知我所谓求圣灵 是求圣灵洗礼 求炮特别运行在我们身上 我们若不祈求 便与圣经所说 神赐圣灵 给求告他的人相悖了 使徒行转中 在灵洗的事 常与祈祷相连 二 祈祷表明心愿 若不可慕灵洗 就不能恳切求灵洗 无论何人 若他想可以不须这个恩典 他必不能得着 若他觉得无灵洗便不能进行 且怨父重驾 求此私典 他就离灵洗不远了 多少主的工人 到了不得已的地步 就恳求灵洗 不久他们就得着 他们的工作就大兴旺了 三 祈祷要有信心才有效力 雅各伦祈求智能说 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进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祈求圣灵 也是如此 多少的人 因缺少信心 就得不着这个恩典 约15章14节也说 我们来到神前 要有信心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 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我们祈求圣灵洗礼 是完全合神旨意的 因神在圣经中 已应许我们 若我们确实知道 我们已履行了 以上所述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在祈祷后 算我们已得着灵洗 且信灵力 必要在我们的工作上 显明出来 有的人要问 这有什么平卢呢 这凭据就是在工作上 我们靠着主的话 知道我们的祈祷 四蒙应许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 由主所接受的工作上 见圣灵的能力 我们不可等候 或盼望一种 奇异感动发现 那是错了 这样感动 有时一随灵洗而来 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灵洗的凭据 是在工作上 那样的凭据 是合圣经 且是最紧要 最的确的 或有人问 我们不是要等到 我们知道 已得着灵洗 才可以做工吗 那是不错的 我们必须知道 得着灵洗以后 才可做工 但要知道 得着灵洗没有 不是靠着外面的感觉 乃靠着神的话 如同我得救一样 我们知道 我们已履行了 以上条件 并祈求 赫于神旨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按神的话 知道我们的祷告 四蒙英云 信我们所求的 已经得着了 我们可以凭着神的话 进前做工 但当时使徒 何以又等候十天呢 图二章一节 已把这理由说出来 五旬节到了 一按旧约预表 五旬节乃圣灵降临之日 这是神照他智能所安排的 圣灵必须在那日降临 现实圣灵已降临 已在地上 我们可不必等候所等候的 就是我们要履行一切条件 并信神的话 何时把条件履行清楚 这恩典就是我们的 在一属七学校中 麦尔先生谈到灵洗的事 谈必 一学生来与我继续谈论 他说数月前 他就听过这个题目 也常常寻求这个恩典 可惜至今尚未得着 我看出他的心智 尚未完全降服主 但他当日就降服了 我就请他跪下祷告 求主赐灵洗 他就祷告 我就问他说 你的祷告何主旨意吗 是 这祷告已蒙垂听苟 迟一勺请 他说已听了 你所求的已得着否 我不觉得 于是我就请他 看约一五章十五节 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 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你的祈祷 已蒙垂听否 你所求的已得着否 他说 我一定得着了 因神如此说 以后我们就分开了 过了数日 胡塞纳学校中又遇见他 见他脸上有光荣 因他已知道 他得着了 他当时因信心所接受的 四 圣灵洗礼不限次数 关于灵洗 尚有一事要说的 就是灵洗不限次数 受过灵洗的 要随时再受 图二章四节纪 彼得被圣灵充满 四章八节纪彼得 及其他使徒 又被圣灵充满 四章三十一节纪 彼得又被充满 可见灵洗不限次数 每次出任新的工作 总要求圣灵新的充满 常见人得了圣灵充满 有了灵洗的经验 他就想倚靠他当日的经验 便离了神 我们要随时有新的灵洗 为神做工 感谢观看